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枸杞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 食药尖童的食材和药材 随着生活越来越好 现在的人也是越来越注重养生了 所以就有了人到终点不得已 保温杯里泡枸杞的做法 也是充分地说明了枸杞的药用价值 但是你知道 白醋泡枸杞会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吗? 大家不要再盲目地 单纯喝枸杞汁泡水了 其实这样营养并不能完全释放吸收 因为枸杞中所含的维生素 大多数都是水溶性的 预热容易被破坏 而且所含的胡萝卜素 很难被完全的吸收 那这就与喝白水无益了 如果与白醋搭配那将会怎样了 不仅能够完全的吸收营养 而且功效凡备哦 一起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 我们都知道 枸杞采采以后 要置一两处亮着果皮起皱后 再暴晒至外皮干硬 果肉柔软 在这个过程中 不免就会有许多的虫软灰尘之类的 所以枸杞的表面是非常的脏的 在使用前一定要彻底的清洗干净 大家都知道 瓜果蔬菜之类的都离不开农药的 不打农药根本就种不成形 枸杞也是不例外的哦 所以第一步 我们先加入可食用小树打 再倒入清水 像这样不停的抓入搓洗 大概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有效的把这些农药残留 分解掉了 现在我们先把这些脏水倒掉 大家看一下 洗出来的水实在是太脏了 现在呢 我们再往枸杞里面撒入适量的淀粉 然后再充分的搅拌均匀 使每一粒枸杞上面都均匀的裹上淀粉 因为淀粉具有非常强的吸附力 均匀的裹上一层淀粉 淀粉就能够把枸杞 勾壑里面的污渍全部都吸附出来 抓拌至感觉手上变得黏乎乎的就行 现在我们往里面倒入清水 然后再继续抓肉搓洗 洗掉枸杞上面的淀粉就可以了 现在再把这层浆水倒掉 最后我们往里面加入一小时盐 再倒入清水 不过现在我们不用搓洗了 就搅拌至食盐溶解开 然后浸泡三分钟左右就好 因为食盐具有一定的杀菌能力 在这样浸泡的过程中 就能够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 再把盐水倒掉之后 我们再倒入清水 把枸杞表面的盐水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白醋 这里建议大家要选择酿造白醋 不要选择酿制白醋 对于一般情况来说 酿制白醋也就是配置的白醋 所以人工勾兑不是自然发酵的 配置白醋相对来说口感会差一些 营养成分也会差一些 买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哦 然后我们把白醋倒入清洗好的枸杞里边 枸杞清过我们这样的清洗 不管怎么使用都非常的干净健康哦 白醋没过枸杞就可以了 然后就这样把枸杞放在常温下 浸泡三十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吃啦 那么白醋泡枸杞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枸杞用醋泡一下 既能够减少升糖速率 又可以合理的推动枸杞之中的 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溶解 每天晚上睡前吃物理可以有助于睡眠哦 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而且触泡枸杞中的多糖和胡萝卜素 碳水化合物以及维他命E等营养成分 在被人体消化吸收之后呢 能保持身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也可以提高体质 能够调理人体自由免疫作用 提高人体免疫力 我们女人常喝还有美容养颜的作用哦 总之 触泡枸杞对身体好处多多 适合家里的老老少校 是一款很不错的养生食品 当您觉得疲劳的时候不妨试试 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你给我点个赞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你也可以关注我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雷了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